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有趣的故事 准备心灵故事发生的地方捕捉一下光影之间交错的往昔 和自己那神秘不可捉摸的灵感 这位在云端上的导演看着飞机外面的云层 忍不住来了一段富有哲理的沉思 很快下了飞机 开山来到了一条昏暗的街道 车子行驶缓慢 导演的内心戏不断上演 感觉像一个行走的圣徒 只不过他们所信仰的是艺术 所谓光影的艺术 作为导演的自我修养 那还不得来点想象力呢 所以伴随导演的幻想 我们遇到了那两位年轻人 小美和小帅 小美正骑着自行车准备去哪里 这时一辆车从她旁边停了下来 里面走出了一位英俊的男子小帅 他们早向小美询问她最近的旅馆在哪 确认过眼神 哎 都是俊男俊女啊 小美告诉了小帅自己所住的宾馆的位置 于是小帅驱车前往 付完钱就要了房间钥匙 小帅不久后来到餐厅刚敲小美也来了 小美看见小帅主动上去搭讪 感觉两人像是认识很久的情侣 没说几句话 小帅就上去索吻小美 小美娇羞扭过头拒绝了 很快两人一会儿从宾馆里出来散步 原来小美是个城里来的教士 小帅则是一个刚脱离城市的工程师 两个文艺青年 你一言我一语 倾诉内心 虽然在外人看起来不知所云 但两人的灵魂早已发生了化学反应 这不说着说着 两人就吻上了 回到住处 两个人互得晚安回到自己房间 毕竟发展速度再快 两人也是刚认识 都踏不开那一步去对方的房间 但是两个人内心好像都渴望跟对方缠闷一夜 不过大美说 你们刚认识就接吻就谈及灵魂了 那也不差这一步啊 虽然两个人虽然都没有主动 但心里都较着劲呢 第二天小美走了 小帅着急的寻找 在宾馆前来得知小美已经走了 小帅追悔莫及 又气又闹 他气恼的是 小美的不辞而别 一段美好的姻缘就这样错过了 很快两年过去了 两人都分居在不同的城市 互相渺无音讯 但天公作美 在一场电影放完之后 两个人在电影院门口再次相遇了 但小美好像一直在端着架子 两年后的重逢 并没有表现的特别激动 反而是淡淡的 小帅上去就质问小美 两年前为什么不辞而别 小美却说 那天晚上我等了你耶 哎哟 原来两人都是这么轴的人啊 紧接着两个人再次开口 好像接受了两年前 没有说完的话题 感觉两人在一起 就是迷雾般的云颠之上 并没有小情侣间 你浓我浓的踏实的幸福 两人很自觉来到了 不远处小美的家 两个相爱的人久别重逢 应该又干点啥了吧 但是小美却告诉小帅 自己跟别的男人同居过一年 还背出了那个男人跟自己写的信 还夸赞信写的优美动人 言下之意就是对小帅说 虽然我还爱你 但我心里还住着别的男人呢 这样你介意吗 但我们的小帅 感觉好像不介意啊 上去就要亲小美 小美又躲开了 这下急性子的小帅有些生气了 两年不见 上来你就跟我讲别的男人 讲完之后还不让我亲你了 被小美拒绝后 推门就离开了 气冲冲的走在路上 越想越气 但是好不容易遇到了 就要这样再错过吗 于是小帅出来冲了个冷风 冷静冷静想想 又回去了 哎又回去了 开门进屋脱衣服 小美明显很高兴 浓浓的爱与之火 马上就要燃烧起来了 一番爱的抚摸后 小美舒舒服服掉入云端 不断向小帅索吻 但小帅好像故意报复似的 就不亲小美了 最后最后 竟然起身就离开了 What 衣服都脱了 你就给我来这儿 哎 小美内心失望至极啊 举算能看向了窗外 小帅远去的背影 小帅回头 小美目送 眼神里仿佛有着不甘和抱怨 两个年轻人玩文以玩屁了 爱没恋成 反而把对方给推远了 恋爱不是互相较量 而是相互爱慕和臣服 他们俩之间 虽然互相爱慕 但是高傲的内心 都不允许自己臣服对方 用本篇导演的话就是 高傲又鱼不可及的内心 好一个爱而不得 那么接下来我们奔向另外一个故事 话说这导演啊 在上个故事发生的地方 停留一段时间之后 就拿着照片 来到了一个海边小镇 这镇呼呼呼 挂着海风呢 导演坐在海边秋千上 望着波涛汹涌的天边 风停了 一切格外的平静 导演来到了一个小巷子里 这时从一道大门里 走出来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她身穿黑色大衣 步履潇洒 脸庞那是惊鸿一瞥 一头褐色的披肩发 蓬松又充满着朝气 导演这立马就被吸引了 随着这位小姐姐 一路走出了小巷 原来她是一家服装店的店员 呃 我们暂且就叫她店员姐吧 来到店里 导演随意浏览了一下子 就走了 店员姐下班来找她的小伙伴 在咖啡馆门口 又遇见了导演 她好像觉得 导演这是在跟踪她呀 于是走上前去 主动打招呼 但这个打招呼的方式 好像有点特殊 店员姐直接说 自己杀了自己的父亲 刺了她十二刀 最后父亲不治身亡 这下导演直接是被震惊到了 自己只想搞个厌狱而已 怎么就上来给我抱这么猛的料 但店员姐在分享完自己这个 惊天大秘密后 仿佛突然轻松了许多 一路上蹦蹦跳跳 感觉又回到了一个小女孩 之后店员姐又很担忧的问导演 会不会讨厌她 害怕她 晚上可不可以跟她共度春香 说着两个人就回到店员姐的家里 面朝大海 滚床单 这可能是个很文艺的电影 导演全品感觉 滚完床单 两个人在窗外挥手道别 挥一挥一笑 不带走一片云彩 导演到了一个游泳池旁边 自白滚床单的感想 语言还有点高声莫测 看起来比之前的小帅小美 导演可要直接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故事三吧 在一个咖啡馆里 一个衣着红色外套的曼妙女子 因为读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忍不住要去找林桌的中年男子分享 美丽的容颜配上娇憨 而又真诚的表情 中年男子忍不住沦陷了 即便她已经有了老婆 有了家庭 一晃三年过去了 中年男子已经跟红衣女人 搞了地下行 三年了 家里的糟坑 这些因为丈夫的不忠 日益憔悴 但中年男子并没有因此 就停止跟情人的约会 反而遇见浓烈 这天丈夫约完会回到家里 看到卧室摔碎了一地的玻璃片 以及神情恍惚的妻子 妻子被所谓爱情折磨得心如刀绞 丈夫不以为然 依旧用甜言蜜语哄骗着妻子 妻子最后一次恳求丈夫 离开他的情人 丈夫答应了 是啊 他像往常一样答应着 转头就继续去找小情人 反而为了哄住生气的情人 不惜对自己的妻子恶意嘲讽 两人一顿争论之后 就开始滚床单了 由此看来 妻子祈求渣男回头 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果断离了好了 这边一个看似刚出差回来的湖南人 坐电梯回到自己家 但是一开门空空如也 家具几乎都要被搬走完了 湖南人预感到了什么 果然妻子打来电话 以湖南人工作忙 赔不了自己为由 当方面宣布离婚 并且搬走了所有的家具 女人狠起来 真是干净利索呀 不像刚才那个渣男 托泥带水的 外面下起了雨 孤单的湖南人心中无限落幕 面对妻子的无情 她毫无办法 捡起地上妻子被撕碎的照片 往事如过眼云烟 突然门铃响了 是刚刚那个被丈夫辜负的女人 原来她也离开了丈夫 准备出来租房子 要租的正是湖南人这套房子 湖南人起初不同意 但是经过被辜负的女人一番倾诉 湖南人感觉 这个女人跟自己同病相怜 都是被二人抛弃的可怜人 两个孤独可怜的人 好像在对方身上找到了依靠 慢慢就牵起了手 打算在一起生活了 导演一个人坐在火车上 又驰向了远方 他准备寻找下一个故事了 火车驰在空旷的田野 花面来到一对老夫妇面前 老头在山坡上写生画风景 老婆在旁边聊天到闷子 一唱一货 说话间话也成了行 原来这好像只是导演的一番幻想和遐想 故事四 一个头发梳得油光正亮的精神小伙 邂逅了一个温柔闲境的蓝衣服小姐姐 精神小伙只是一眼就被蓝衣服姐姐的气质给吸引了 一路跟人家聊天说话 蓝衣姐对她是爱大不理的 精神小伙不离不弃 反而被蓝衣姐从牙粪里蹦出来的话语 给深深吸引了 无法自拔 话说这蓝衣姐果然是高深莫测啊 言谈间那简直就是一个哲学大师 感觉给她一把佛城 她就能立马飘飘升仙了 精神小伙和蓝衣姐一起来到了一座教堂里 这时祷告已经开始了 蓝衣姐在教堂后面的神龛前做导购收拾 随之来到座椅上倾听声音 眼神虔诚 表情看着超然于世 精神小伙则在一旁转来转去的 做参观者 跟顿路神地的蓝衣姐反复两个世界 教堂里歌声悠扬 很快精神小伙睡着了 是的睡着了 但她醒来教堂里已经没了人 更不见蓝衣姐的影子 精神小伙连忙跑出来寻找 一路跑着 终于在一处水池旁看到了蓝衣姐 两个人又开始了若有似无的诉说 如果你喜欢花 我不喜欢花 花会枯萎 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 不着边界的对话 坐着云端上的争辩 突然蓝衣姐走着摔倒了 但是她却哈哈大笑 真是迷一样的女子 天空下起了雨 两个人一路走着回到蓝衣姐的住处 精神小伙追了上楼去 在屋门口她向蓝衣姐告白了 说短时间内她对蓝衣姐的爱慕已经达到了无比浓烈的地步 但是这勤到农处时 蜂衣姐姐一个急刹车 差点没把精神小伙甩出车去 她告诉精神小伙 她明天就要到修道院出家 当宵女了 嘿嘿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任凭你使出浑身卸住 引起蓝衣姐注意 驾不住人家一心向道 心如止水呀 说完蓝衣姐开门进屋去了 留下精神小伙 一脸错愕懵逼 失魂落魄的拎着雨离开了 这时出现了导演的身影 她好像穿梭在光影间的鬼魂 观察着这雨天里一个被扑灭的爱情理想 电影的最后一栋小旅馆的楼里 不同的房间里时间百态 在雨天的夜晚轮番上演着 影片完 正如电影名字 云上的日子一样 飘忽不定 但那些故事剪影 就可以流转在我们身边 欢迎评论去留言哦 好了 我是蛋妹 我们下期再见吧